艾德前程袁穗珍在去年2月爆出校园霸凌争议 一名自称是穗珍国中同学的网友 在网路上发文声称曾被穗珍霸凌 穗珍则坚称自己从未霸凌过人 表明指控不是事实 所属的Cube娱乐也向爆料者提告 即使如此争议仍然持续延烧 同年3月公司宣布穗珍停止所有活动 到了8月时公司发表声明 穗珍正式推出团体 组合将以5人行事活动 不过因为诉讼方面一直都尚未有结论 让部分粉丝仍旧抱着一丝希望 而就在5日Cube娱乐发布声明 宣布和穗珍解除专属合约 另外对于当时向爆料者提告的诉讼结果 公司则表示 为了厘清事件真相和穗珍 长时间配合警方的调查 但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 爆料者为无先一也就不会移送 公司尊重警方调查结果 并对于因为这次事件 造成许多人担忧感到抱歉 弄了一年多的事件 也算是终于画下句点